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活出神要活出的这种逆转 我们需要圣灵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其实圣灵就透过耶稣基督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今天这一段经文跟大家讲 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特别提到两段 就是罗马书跟约翰福音 只是这两段而已 罗马书我只是想提到五章五节 罗马书五章五节这么说 神借助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祂的爱怎么样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这边有很重要的两个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第一就是 神要借助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 在哪一刻赐给我们呢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 神赐给我们圣灵做什么呢 把祂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边讲的是谁的爱 不是我们天性的爱 不是母爱 不是父爱 不是我们是同种人之间 种族的爱 我们讲的是神的爱 因为这边讲的是祂的爱 当我在做灵修 我们在思考 神的爱是怎么去理解的很抽象 对不对 有些时候我们凭 我看你这个人没有爱心 很冤枉啊 他不是没有爱心 他只是比较没有面目表情而已 他里面是很火热的好不好 所以并不代表面目表情 面无表情就没有爱心懂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很有表情 并不代表没有爱心知道吗 只是做戏而已 讲的不客气一点 不要给人家骗 这个爱心不爱心的 你很难从人的表面看得出来的 特别保罗讲的是神的爱 那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想用约翰福音来讲一下 约翰福音特别这一段 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 我们一起读 这是今天唯一 一个你需要跟我一起读的 因为它很长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大家一同打开 我们一同用行的方式来念 我们可以当作今天的一种的 另外一个灵修 来思考耶稣基督怎么样的祷告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要看的是 在十八节开始来看的 对不起 在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的 二十节 我先念二十节 你念二十一节 我们起印来读 我读的是新义本 我们用新义本的一起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 我不但这个我是耶稣基督 这是耶稣基督 举目向天父的祷告 他说 我不但为他们求 这个他们是门徒 也为那些 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 你们 使他们 使他们 你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了他们 使他们和而为一 和而为一 向我们和而为一 好 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读到二十三节 那这一段只能你回去好好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里面提到的爱 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爱 而我认为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的 那个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爱 这个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爱 在这边讲说你注意看的话 我们从 十七章里面二十节有讲到说 父你在我里面 就是圣父在圣子里面 圣子在圣父里面 这边讲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 所以他们是三而一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使他们在我们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在某一种程度上面 也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 很抽象对不对 你觉得抽象就对了 你不觉得抽象就不对 你要觉得很抽象 因为我觉得很抽象 就我们怎么样在三位一体的 神里面呢 因为你在圣灵里面 所以今天当我们活在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一个血气的人 靠自己里面 其实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当中 这个其实就是被圣灵 充满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 圣灵就赐给我们 我们是活在圣灵里面的 而这个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 我们能够活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 基督在父神里面 父神在基督里面 我们也在他们里面 当我们这样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几个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也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也在神的爱里面 这边我念给大家听 就当我们能够在神 透过圣灵能够在被圣灵充满 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父怎么样的爱 圣父怎么爱圣子 圣子怎么爱圣父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充满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让你能够感受得到 圣父圣子之间的那个爱 所以今天在二十二节里面 假如说你稍微跳一下 你看到 他这边讲的爱 是创立世界以前 圣父对圣子的爱 二十二节 但是我这边要给大家 看到另外一段 很有趣的 这边讲的是 天父怎么爱基督 我们怎么活在这个爱里面 但是在同一章里面 在这边讲说 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 就指我们这些所有的人 还要再指示 使你爱我的爱 天父爱基督的爱 在他们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有这个 天父爱基督的爱 在我们里面的 而在 在这样的一个当中里面 你发现在这个填充里面 时间关系你可以记下来 这个十四章 你可以用笔记记下来 我想跟大家讲 你回去看十四节里面 十四章三十节 对不起 十四章三十三十一节 有讲到基督对天父的爱 在十四章里面 回去自己看 所以约翰福音 不但是讲天父怎么爱基督 也讲基督怎么爱天父 其实你看十四章 因为很重要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跳过 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 十四章其实有一段 非常有趣很重要的 就十四章的第三十节那边 讲到当那些人 要来抓基督的时候 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这句话是我一直都在思考 好多年了都在思考这句话的 当这些人 要抓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三十节 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 他在我身上毫无作为 就是说他们要抓耶稣基督了 但这些事指的是 耶稣基督要受难的事 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 是要让世人知道 他是怎么爱天父的 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说他的受难应该是 让世人知道怎么爱我们才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通常听到的 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就告诉你 他多爱你 但是从约翰福音的角度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因为他爱天父 所以他怎么讲呢 我父怎么吩咐我 我就怎么做 他那个爱是一个顺从的爱 天父叫我死 我就死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里面是一种爱的灵 是一种顺从的灵 是被那个灵所充满的 所以这个填充里面 我觉得这个爱的旅途 是怎么讲呢 这个旅途是一个 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过了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能够经历神的爱 不是透过 而是我们能够去 透过我们的生命里面 透过我们自己个人的 属灵的生命 透过教会 能够经历神的爱 而这个经历不一定是神秘的 不一定人家跑到山洞里面躲起来 等到天使加白裂跟你显现 不一定是那一种神秘的爱 可能是透过人很具体的行动 上帝透过神 透过我们让人体验到他的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但是我们不单是经历神的爱 我们也能够怎么样 因为有基督爱天父的那个灵 所以我们也能够怎么样 我们能够爱神 我们不但能够经历神的爱 我们也能够爱他 回应他 所以 但是这样的一个旅途呢 不是透过自己的力量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透过圣灵 就像怎么样呢 圣父和圣子之间 彼此相爱一样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祷告的原因 其实我们祷告不是一定 因为我们有事情求 那你没事请求一些顺利就不用祷告了 对不对 祷告其实是一种的 表示我们其实不是靠自己 能够去爱神 我们也不能够靠自己去爱人 我们需要有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 内住 内在 使到我们能够活出 这样的一种的爱 好 那我们很快地就继续跑到第二段 这个旅途呢 有第二个的特色 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 同样是爱 但是 这个爱让我们 在两段的经文 加拉太书 罗马书里面呢 是一个 因为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种 所谓的儿子 是神的孩子 这样的一种的 对他的一种养爱 我叫做 养望的养 爱他的爱 是养爱 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看你的样子呢 以前我 因为你知道我长得蛮高 不过这是我爸爸的错 不是我的错 等一下 那以前我家中医的时候 我第一次教中医 那个小孩子 就有一群很可爱的小孩子 男生 他们画给我 老师 教师节画给一副画 非常可爱的 可是我没有把它收起来 多狠心 男生不太会收这种 所以我把它丢了 要不然我真的可以给你看 但是我还是爱他们的 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那时候他们十多岁了 他们就画了 因为那时候我很高 他们很矮 中医 他画一个教师节 他说 We all look up to you 然后就全部一群小矮人 我是高高 他们全部这样看 因为当时我真的是蛮高 他们是蛮矮的 但是我们一样 我们爱天父 难道不是这种养爱吗 所以不单单是爱 但是是一种养望的爱 而这个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我们为什么可以养望 跟爱神好像爱父亲这样呢 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 第四章有这么说的 我念给大家听 在实际成熟 神就差遣 祂儿子为女人所生 就是玛利亚 而且神在律法之下 也就是祂是犹太人 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 让我们得作四子的名分 这个念四 四子的名分 你们既然是儿子 但也包括女儿 神就差遣祂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里 这是我们的重点 神差遣 祂儿子的灵 还记得刚才我们 约翰福音所读的 基督的灵进入我们心里面 因此我们能够呼叫阿爸天父 这个就是一个 作为神儿子或者女儿的灵 能够帮助我们 不单是嘴巴讲 而且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 是这么感受 就是阿爸天父 而不再是因为害怕 不再是因为没办法 不再是因为骄傲 不再是因为要竞争 而是因为儿子 孩子的名分 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孩子 你们接受的 不是奴仆的灵 使你们仍旧惧怕 你们接受的是 使人成为四子的灵 什么呼叫阿爸父 所以在这里 罗马书有这样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是罗马书 很快地跳过十四章里面 保罗赛罗马书十四章有这么说 他说圣灵亲自 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神的儿女 就是后世 是神的后世 也和基督一样 同做后世 就是都是属于神的孩子 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 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这个的爱的旅途呢 是我们能够学会像孩子般的 这么仰爱神 但是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我们爱的旅途 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爱神 也是我们个人一同地来 一同地仰望 彼此的相爱 这样的一种的 所以在 《哥罗西书》里面 就是我的讲义里面的 这个上帝孩子般 彼此相爱相交之徒 你会注意到 那个爱的旅途 不单单是我一个人 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是我跟其他 因为神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他好多好多 他有好多好多的孩子 所以我要跟上帝的 神的孩子们一同地来爱他 还有彼此的相爱 我们念一下 我念一下这个 或者我们一同念吧 念我们就结束这个第三 第三个小点 一二三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 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 造作他的创造者的形象 渐渐更新 能够充分认识族 在这一方面 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 受割离的和未受割离的 未开化的人和吸骨蹄人 奴隶的和自由人 唯有基督是一切 也在一切之内 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 是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的心肠 恩慈 谦卑 温柔和忍耐 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宽容 互相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上 还要有爱心 爱心是联系权德的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蒙遭归为一体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在这里讲的不单单是 我们个人对天父的 那个仰赖 那个仰爱 而是我们作为神的 儿女之间的一种的爱 所以这个爱的旅途 不是单单我们爱神 也是神爱我们 不单单是我们爱神 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旅途 好 很快我们进入第二点 成长之土 让我来跟大家谈一下 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有趣 有这么一段 我念给大家听 让我们看到我们踏上的 不单是爱的旅途 也是一个成长的 以弗所书 第三章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们要有感谢的心 你们要让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面 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用诗章 圣诗 灵歌 怀作感恩的心 歌颂神 凡你们所做的 无论是言语或行为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助他感谢父神 这里让我从后面讲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还记得刚才在约翰福音里面说 我的名 这个名是一个充满着爱 是一个有圣父的爱 也是有圣子对圣父的爱的那个名 当你奉这样的名的时候 而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其实要学习过的是一种 不单是有爱 但是也有成长的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 之前他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对这个信仰 不能够有一种好像是错觉 以为说一旦我们信了耶稣 有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突然间就好像 换了另外一个人 好像换了没有 好像好像没有 对吗 你不会说突然间变成一个人了 我们的改变是需要一段路程的 没有耐心的还是没有耐心 整天骂人还是整天骂人 对吗 那么整天怕还是整天害怕 整天这样还是这样 他还是这样 这样你觉得好奇怪 不是林牧师不是说 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吗 我左看右看 他还是昨天的他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一个需要不断的 上帝没有把你当作机器人 这样的开关 开一个你完全就 完全那你就变成机器人了 这个整个的改变 是一个充满着互动的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圣灵没有使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好像你失了意这样 那是失意了我觉得 你还是你 你还是记得以前的东西 你的脾气可能还没什么变 讲话还是这么快 或者还是这么慢 讲话还是这么大声 还是这么小声 你没有变 但是当你有圣灵内住的时候 开始产生很多的化学变化 大家有没有听说 华人 这个好像只有华人才有 叫做夫妻像 你们听说吗 有多少人真的相信 有夫妻像的记者 我看一下 真的有人想想 夫妻像 好像结婚久了 就有点像 对不对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 荣泉跟我有夫妻像 我东看西看 都不像 什么叫夫妻像 后来我在想 糟糕 夫妻像 对他其实也蛮打击的 当然我很开心了 像美女 但是像一个丑男就惨了 但是什么叫夫妻像呢 其实这句话 有一个解 就是说 你们两个的脾气 越而越有点相近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的脾气越而越相近呢 从人的角度来讲 彼此迁就嘛 对不对 彼此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就有一点味道了 那这个是人跟人之间 但是你想象 当你跟圣灵一起的时候 那个的慢慢的 慢慢的去 你可能讲话还是这么快 但是你 一快的时候你会想 糟糕不懂 他听得懂吗 你开始有这个意识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有圣灵内住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 把基督道要放在心里面 然后不断的怎么样呢 要去体会 去学习 去实践 甚至有些时候 你要面对 我就是不懂 的那种不懂的状态 所以有成长的空间 而不是没有成长的空间 甚至有成长的必要 不可能你一信了耶稣 就整个就变了 那是你患上失忆症了 但是在整个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智慧 彼此的怎么样 教导 彼此的教导 彼此的劝戒 要用诗章 圣诗 灵歌 怀着感恩心 来歌颂神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这样一种生活 这个就是一个逆转 巴别塔的 才可能有的群体的生活 要不然 我们常常都要建自己的塔 对不对 只有我能够通天 你都不能够通天 而且我们都是要为自己 立民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很快我们再看一下 在各罗西书里面 这个都记在你们讲义里面 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再去做灵修 再看一下 各罗西书我念给大家听 非常长的 但是我怀疑我没有时间 不好意思 我这边只能够说 保罗这边要教导 就是凡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借着祂感谢父神 那么这样的一切里面 牵涉到什么呢 不单单是你的思想 还有你的行为 你的言语 从这个整个的成长之图里面 我们要进到一个 这个我可能要跳过去了 不好意思 但是这边 以夫手术第三章 我只是要凸显一个 就是保罗在以夫手术第三章 要劝勉我们要和众圣徒怎么样 不要一个人 记得 要和众圣徒一同 领悟基督的爱 所以你没有来小组 没有来团去 一定要来 而且呢 不要只是停留在小组 而是什么呢 小组跟小组之间 一同去领悟 墓区跟墓区之间 要一同去领悟 这个是 当一个墓区 不能够跟另外一个墓区 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今天跟你讲的 不要成为另外一个巴别塔 好不好 就我们能够是拒绝 而不是被分散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保罗强调的是 和众圣徒一同的领悟 而不是一个人 去领悟 所以保罗的祷告是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和悟性 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 最后我们来的是一个服事之徒 不但是爱 不但是有成长 而且是有这个服事的能力 这边我们先交代一下 这个恩赐 对一些可能来教会不久的 弟兄姐妹 可能你对这个字 可能不太理解 这个恩赐 恩赐 或者圣经的语言 是karismata 它是一个附述的词 plural 指的就是圣灵 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简单的这么讲 它是圣灵 恩赐是圣灵赋予门徒的 才能才干 我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这么讲好了 圣灵就是 恩赐就是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 都有的一种的才能才干 而这样的一个里面 假如我们去看三段的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或者彼得前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 会去看的话 圣经有两类的 这样的一种的恩赐 有一种恩赐 是我们叫做 教导的恩赐 举个例子 教导的恩赐 服侍的恩赐 这样的恩赐 是我们可以去操练的 就是你可以去练习的 但是有些恩赐 在圣经里面讲 是不可以练习的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在这边保罗又提了一些 他说有一些是什么呢 有人借着圣灵 领受了智慧的言语 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 领受了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些人 应作圣灵领受了信心 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 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 今天我听牧师们讲说 好像你们会 介绍一轮会比较仔细的去谈 这些包括教会的 圣灵的恩赐的立场的学习 所以今天我只是一般的讲 不管是所谓的自然的恩赐 或者超自然的恩赐 重点就是什么呢 为的要是使人得益处 所以这边讲的是一些 所谓的超自然的 女皇正进行教会 我们是认为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可能会有超自然的恩赐 神会赐给人 这样超自然的恩赐的 但是这些超自然的恩赐 包括医病 包括行神剂 是不可以操练的 就是有就有 没有就不要 这是跟一些教会 有一些教会他认为可以操练 这是你应该去追求的 但是更多的教会认为 我们是不应该追求这些的 除非神已经给了你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 很重要保罗在12章告诉我们 哥林多前书说 这一切都是同一位圣灵所做的 他要按自己的意思 个别的分给个人 但是我们要想说 不管我们身上有怎么样的一种 才跟个能力 当你把它奉献出来 当你感恩 知道这些圣灵赐给你的能力 跟才干的时候 你要问 到底他是要做什么的 而这里我觉得 他只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你的才干 你的才能 应该是用来服侍神 服侍人 应该是见证基督的 恩赐有许多种 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 服侍的职分有很多种 同一位主 工作的方式很多种 但是扔一位神 这在我的讲道有讲过 我今天不重复 我以这个作为 今天接触好不好 这一段 时间是有点充满 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 我们一起念 一二三 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 个人造作所领受的恩赐 彼此服侍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彼此服侍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时候很难呢 我觉得那个难 在我这么多年做基督徒的理解里面 当我们碰到障碍 当我们卡卡的老是有一点问题 是不是觉得在我们心中 还是有那个巴别塔呢 很多时候是有人的骄傲 还是有人的野心 使到我们真的跟人跟人之间 有了那种的隔阂 使到人跟人之间 有了那种的 所谓的疏离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 有一个结语 假如你看等一下分享的一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巴别塔事件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人被分散了 对吗 但是五虚节之后 其实门徒也被分散的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 你会发现 透过神的一些 所以门徒也被分散 其实大使命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到世界 也是要分散 所以其实第一个题的问题是这样的 巴别塔里面的那个聚集跟分散 跟《使徒行传》第二章 跟第八章所讲的聚集跟分散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巴别塔的 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他们讲的就是 我们不要分散 我们要在一起 还记得吗 我们不要分散 我们要在一起 结果神舍得他们分散了 对不对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使徒行传》 将会成立的时候 《使徒》也是不要分散的 对不对 他们要在一起的 这个第八章 神透过逼迫 他们就分散了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 请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第二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活在一个 英文叫做 meritocracy meritocratic society 我说能者胜出 你有能力 你就赢 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种 能者胜出 个人主义泛滥的 这个社会里面 那么认识圣灵 是神圣之爱的灵 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 对教会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谈一谈 在教会里面 最明显 最常见的恩赐 有哪一些 最需要的恩赐 又有什么 你今天不可能 所有的谈 就十分钟谈 但是希望大家 也可以在小组里面 可以继续的 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好吗 很抱歉 今天不能够给大家 有问题的时间 那么 真的今天这只有一点 很重要 就是圣灵充满 我们一个 有带着圣灵能力 其实重点是要 弥补人 因为人的骄傲 因为人的野性 而带来的这种的破裂 一种的隔阂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透过教会 教会就是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群体的时候 其实是能够向世界展现出 一种逆转的一个现象 就是人怎么样 能够在圣灵里面 能够活出爱神 彼此相爱 而且能够克服 我们之间的种种的障碍 能够一起的来学习爱 来学习成长 来学习彼此服侍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对我们感谢你 赐下你的爱子 使到我们能够 在你的爱子的十字架下 能够得救 蒙救赎 也能够透过你所赐的圣灵 能够彼此踏上这样的一种的 完全崭新的旅途 在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 能够尝到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放下自己 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的担当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的拥抱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仰赖你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活着 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主要这一切都是因为 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内住 使他们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 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也带领教会 能够在被圣灵充满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能够带着爱心 带着勇气 带着彼此的团结合一的心 向世界展现福音的盼望 赐给我们能力 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 共同的干劝叫我们一同的成长 一同的在圣灵里面经历逆转 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恩 祈求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神祝福大家